所以在这个入行论 就是极天菩萨他开始的入菩萨行论 他讲佛说诸善法 信愿是根本 其因恒常是思念其功果 这佛他讲很多的善法 讲了八万四千法门 信愿是根本 你起信 发愿心 我相信佛讲的 你看这个佛仪教经 佛弟子他讲 日可令冷 月可令热 太阳可以让它变成冷的 月亮可以让它发热 佛陀你讲的话不会改变 他信他这样 他跟佛陀在开示他就是这样的宣誓 我相信到底了 太阳变冷 月亮变热 我对佛的这个教法身心不已 一点都不会动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入行论他这里讲 佛说诸善法 信愿是根本 你起信心 你发愿 我以为要去追求 要这样子 其因恒常是思念其功果 为什么呢 就是他的原因 常常都是什么 他去想到成就佛果位的那种功德利益 那种殊胜的境界 那种圆满承担自他恶利的境界 那种伦孽无耳的境界 就他去思念这个境界 我要很多人 他想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他对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种种圣庙 非常好 非常的这个好要 这是他一生的理想 我如果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乃至下贫下生 在这个莲花的莲包当中 外面看是莲包 内在其实是宫殿 你生到这个下贫下生的 净土的宫殿去 然后在那边就花开 就一直修 那里无有诸苦但受诸乐 对不对 二六十中法因喧流 那这个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持 那个嘉林平结鸟 还有很多的这个树 咬动了发出那个声音 通通都是佛法 一直到花开见佛 物无声 证悟 与阿弥陀佛共息地的境界 很多人就想往生那里 你看我们在密续的典籍 在极乐世界的这个 这个本尊法 极乐世界的这个法门 西方极乐世界 你这样走 这个地很硬 你这念头刚刚有还没讲 这地跑硬 它变软了 这地太软了 它变硬了 我手要靠一下 这里长一个东西 让你靠一下 我想吃什么飞过来 基督世界就是这样 你看他密续典籍的记载 很多人他读了这个 你在那里都有六种神通 阿弥陀佛的加持 你想看谁 看得到谁 你想去其他佛刹多 药师佛的净土 还有这个 这个金刚阿处比佛的净土 去看看这个 某某的这个仁波切 某某的法师大德 某某同修 念头一动 你就神足痛就过去了 很多人他就一心一仰 往这边去 是不是 就是你对这些 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所以你常常会去想 会去思念 所以这个路行念讲 思念其功果 你整天都在想 我一定要去这里 我现在千万不要做错 我现在戒律不可以违反 我现在习气毛病要改 我现在功德要去 把它建立补足 欠人的要偿还 我要精进 我不要怕苦怕累 为什么 思念其功果 你没有功果你怎么去 你没有那个可以思念 你怎么去 你怎么有意愿 怎么有动力 你怎么这么贴呢 我还是最过来的 你 我 我 你 Stre